老板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船舌烫池的这个设备 首先你就是说主要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加热的部分 加热的部分就是我们底下这一块这个箱子 我们这边这一块是用的是那个导热油加热的 以前我们这边是用那个是用的是那种直接加热 直接加热以后吧 它这个杀机之后那些那些脏物容易粘到那个导热管上 就是说那个这个电加热管吧 应七八个月以后就很容易烧坏 因为它那个被糊住了 所以说我们把它改成了这种导热油的 导热油的好处就是这个电加热管的寿命工程 然后这些管子这些东西吧 就连着我们这边的这个气泵往里打气 然后那个机在里面的时候 可以把机那个充分的翻到我那个机 然后我看你发给我的那个视频里面 那个人需要把机控了血之后 放进来以后然后说是才能那个烫 我们这个就不需要 我们这个顶上你从这个地方揉进去 然后它底下这个盘子这里 它那个机器往这往这走 往这走吧 它这个地方就可以控血 控血之后可以从这里流出来控着血 然后控完血之后它再进来 进来以后在里面烫完了 然后从这出来接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卧室的这个打毛机里面就可以了 好 好 好